夾一晚间 加大洛杉矶分校再次爆发了 清巴抗议者和警方之间的冲突 当天下午 UCLA巴勒斯坦学生正义分会 组织约100名抗议者 在校园内举行场面写新的葬礼式游行 并宣读战争罹难者名单 校警和保全赶到现场 试图阻止更多抗议者加入 但抗议群众不理会 反而继续搭建非法营地 继续用扩音器宣读名单 晚间8点左右 警方已涉嫌故意扰乱校园运作 逮捕约25人 并禁止他们在未来14天内进入校园 抗议行动并没有因此平息 直到周二凌晨 警方发射胡椒球弹 才成功解散示威群众 消息指出 加州大学董事会预计在周三 开会讨论新校长的任命 而校内此起彼落的抗议冲突 恐怕会是新校长接任后的 烫手山芋之一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综合报道 刘佳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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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佳�